hello大家好 舒华今天讲的是1655题 distribute repeating integers 那么这几道题的话其实是比较难 那是有很多人通过的 是通过这个dfs backtracking方法做的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会讲这一个dp的方法 bitmask加xgo 那么当然我也不确定这就是不是最优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真正的有pornomial的 这样时间发达度的算法 有可能有吧 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讲解之前还是不要忘记关注我们频道 订阅之后打开小银铛 接受到我最近通知 每次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题目描述是给你n个整数 然后是numbers 然后它里面一共有最多只有50种不同的值 那么另外给你m个顾客 每一个顾客有一个需求 叫这个数量i 数量i 那么他就是每个顾客的话 需要这么多个整形的数 然后并且要求所有的整形的数必须相同 然后就问你能否使用这些numbers里面的元素 去满足所有的顾客 如果可以的话返回数 如果不行的话返回force 那么我看几个例子就非常明确了 那么数的话分别是1234 然后顾客的话只有一个 他需要两个相同的数 那么很明显这边没有两个相同的数 所以说我们返回force 那么第二个例子变成1233 同样需要两个相同的数 那么我们可以把33分配给顾客一号 那么他满足条件就返回true 那么第三个例子的话 两个顾客分别需要两个元素 那么我们可以把11分配给2 把22分配给2 分配给第一个和第二个 分别分配给第一个和第二个 那么也是满足条件反回true 那么第四个1123 那么我们把11分配给第一个人 那么第二个人的话剩下23 他并不是相同的数 所以说没法符合条件 那么反回force 那么最后的话是5个1 那么就是这些元素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拆出来 把其中一部分分配给第一个用户 他需要两个1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 三个1分配给第二个用户 那么也是可以满足条件 反回true 就是基本上这样一个匹配的一个问题 那么看一下数据规模 数据规模的话 这个数的数量到达了10的5次方 看上去很多 但是其实没有问题 因为在最后只有50种 50种不同的值 那么这个数的范围是1到1000 这个也无所谓 最关键的一点是客户的数量 客户数量比较小 只有到10 这个就是提示你 他应该是和subset有关系 2的10次方 或者说就是其他的数的10次方有关系 否则的话他不会出这么小 另外的话他也不可能是10的阶层 那么10的阶层的话也会超时 所以说只能在2的10次方 或者说3的10次方中取一个 你大概就知道他的这个时间复杂度的需求了 数量的话也是10到5次方 这个没有关系 那好我们看一下讲义 那么这道题的话第一部分很明显的话 我们是需要去把这些数字压缩到频率 压缩成这个频率数组 那么压缩完之后的话 他原来是几 对我来说并没有关系 比如说11122255 那么这是他原来的数字 那么我们压缩完之后的话 就变成了332 所以说我们最后的这个真正的需要使用的这个数字的话 是这样一个array 他最多只有50个元素 最多只有50个元素 那么第0种方法 就是一个使用这个dfs 这个backtracking来做 那么就是去尝试所有的这种可能性 对于每一个客户 那么我去尝试对于每一个数字 然后如果这个数字当前还有剩余 而且比我大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它用下来 然后我们再尝试所有的可能的这个组合 那么这个算法的时间 理论上的时间法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50的f的m次方 就是f的话你有多少个entry 就都是5050的十字方 相当于是每一个用户 他可以从50种数中取一个 最后我得到了一个得到了一个一个状态 然后我去看一下这个状态是否夺的条件 那么是50的十字方 那么空间复杂的话是f加m 这个比较小就无所谓了 那么理论上是通不过的 但是实际上是可以通过 那么技巧的话就是说你需要去对这个频率和这个用户的需求 都是以降序排序 就优先处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数 由于这样的话会有比较大的减值 所以说导致你最后可以通过 那么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数据比较弱 如果你真的出一个非常难的数据点的话 有可能就通过 比如说所有的数据都一样 所有的数据都一样 这样的话你的排序就没有效果了 最后的话你还是得去尝试所有可能组合 才能得到结论是不是可以满足条件 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那么今天主要会讲一个这个dp的方法 这个bit mask 相信大家就应该不是特别陌生了 这个bit mask 我们用一个bit mask去描述一个状态 就是我选中了哪些人 那么另外一个维度的状态的话 就是前挨个前挨组数 我使用前挨组数能否满足这个mask 这样一个客户的这样一个集合 我相信这个状态的话 应该是不少人都能够定义出来 那么这个问题简单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成就是左边是用户它的需求 右边的话比如说是这个数的个数 其实的话我们就是从中去选出一个集合 然后和一个数组合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所有的数分配到这个集合里面去 然后我剩下的部分 再去可以再去递归求解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选出了5和2 然后我选出了一个数8 那么5和5加2的话是等于7 是小于08 所以说我可以把5和2和8进行匹配 那么我这样的话 我可以把8分配到5和2上面去 它虽然说还有剩下的这一部分 但是剩下这部分的话 我并不能去利用它了 因为我已经找不到其他的元素 可以去放到这个子集里面去 然后并且它的核是小于08的 所以说这个8就完全就不能用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全 从我们当前这个一个状态中删除掉 然后我去递归求解剩下的子问题的时候的话 那么剩下的话就是4和2 那么我子问题的话只有这个6了 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可以求解的 所以说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话 那么就是返回初 那么这个题的关键点就是说 要把第1个这个数 去分配到一个subset of customers 然后是exclusively 就是这个数用 就是分配完之后的话 它就算它有剩下的数 那么我们这剩下数也不能用了 如果说还有1这样一个客户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子集521 然后这个8这样的话分配是没问题的 这样的话它就没有剩下来了 如果说它真的可以被使用到的话 那么会有另外一个子集和它进行匹配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状态压缩成二维 比较简单的状态 因为我看到有些同学状态是三维的 他还要去记录第1个数还剩下多少可以被使用 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状态会变得非常复杂 也不好维护 所以说我们就是exclusively 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旦分配完之后的话 就相当于把它扔掉了 那么就不用考虑了 这样的话我们的状态转移就比较简单 那么dp mask i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首先的话我们要去每一局 这个mask的所有这个subset 它的所有的子集 如果说我当前一个子集叫subset 那么它的元素的和是sums 然后我希望把它和di个di组数金匹配 所以说我要求它的这个sums 就是它元素的和是小有等于这个frequency i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8和5和2进行匹配 那么匹配完之后的话 我有个子问题 那么这个子问题的话 就是mask e或subset 就是剩下的部分 那么我看一下能否用前i-1组 这个数去满足这部分的用户 如果能够满足的话 并且这部分也是出的话 那么dp mask i就是出了 然后的话 所以说我们在所有的subset中 只要取出一个subset 然后有一个数和它匹配 di 当前di个数可以和它匹配 并且剩下的子问题也是true的话 那么就是true 就这样一个转移过程 那么我们从计划第一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子问题的数量 或者说空间复杂度就是什么 是mask的数量乘上值i mask的话一共是2的m次方 那么i的话我们虽然说了最多只有50种 所以说2的十次方乘以50 那么对于每个子问题 它的时间法度其实是不确定的 那么它的时间法度的话 是根据它的元素的子级的个数有关系 而如果你用brew force的话 你的时间法度会升级到4的十次方 那么这会超时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技巧 去每举一个mask的它的所有subset 那么我们可以证明 对于所有的mask 然后对每一个mask 去每举所有的subset 一共只需要3的十次方 这就是为什么它的数只出到了10 因为最后的时间法度是3的十次方 然后再乘上值50 因为对每一个状态的话 我们要去每举50个可能的 这样一个组的划分 组的全取 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法度 就是落在了3的十次方乘以50 为什么这两个数都比较小 10和50 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它希望如果不能通过的话 那么你可能还要想其他方法了 那么这就是比较难了 那就是基本上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来看一下代码实现 那么我写了top down和 bottom up都写了 那么top down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python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去把这个数 这个数 这个numbers转换成这个频率数组 频率数组 counter一下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有一步小的优化 就是我去提前去算出每一个 subset mask它的这个元素的核 元素的核 这个sams mask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mask所带的元素的核 正好我们下来计算的时候可以快一点 然后我们有个dp数组 这个是我们今天定义的 能否用前挨个 前挨组这个数去满足mask这些客户 如果说mask已经等于空的话 表示说没有客户 没有客户的话 就是说可以满足 就是说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挨小雨林 表示说我所有的这个数全部用完了 那么肯定是无解 那么反为force 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去枚举当前这个mask的 所有的这个子的子集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去用current 减一and mask产生下一个subset 直到这个mask为这个current为空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current和我当前的i组进行匹配 所以说我要求这个sams current 少有一点于这个cons i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两组可以匹配在一起 然后的话 我去递归求解子问题 子问题的话是mask e或current 那么就是剩下的部分 然后我用前i减一组 因为这个i已经被用掉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用前i减一组 就算有剩下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不用考虑 然后前i减一组 然后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话 那么就是返回true 如果说条件不满足的话 就说我们当前这个cons i 这个di组数不能和我的任何子集 或者说这个就算匹配的话 也不能满足条件 所以说的话我们就把它跳过 跳过就是用看看能不能用前i减一组数 来去和这个来满足这个mask 如果可以的话也是范围数 那最外层调用的时候 只要调用这个 这个 就所有的所有的这个元素的mask 就是全部都是1 1左1 m位减1 然后是使用前n减1组 这个数 来满足这些用户 满足所有的用户 就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地规交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ottom up 那么上面这部分都是差不多 就是计算频率和计算这个subsid核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部分 那么我们定义了一个二维的dparray 是2的m次方乘上值n加1 这边的话我们做一个padding 这个di组数的话做个padding 那么dp00的话表示 使用前0组数去满足0 这样一个0客户这样一个这个状态是合法的 你所有的状态都是来自于他 来自于他 这个状态是1 表示说是合法的 那么最外层的话 我们就每举mask 从小到大每举0到2的m 到2的m次方 那么中间的话我们去每举 我要使用di组数 di组数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状态的一个过渡 如果说我前i组数能够满足mask的话 那么我前i加1组数也能够满足吗 相当于说我d 这个di加1 这个di组数就是不使用也可以满足条件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状态推到最后 就是说将来是使用前i组数 那么我们最后的话只要用前n组数去满足所有的客户 就是我们最后的状态就会存在这个里面 否则的话你还要去查 就单独一列是不是满足条件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最最里面这一层的话 我们就去每举所有的这个subset 和这边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current的话从mask开始 当current不为空 不等于0为止 那么current的话 你current-1 and mask 这个条件是一样的 就是当前选出子级的和小语的counti 然后这个子问题也是true 那么mask1或current 那么注意由于这个current是mask的一个子级 所以说你mask去1或current的话 一定是小语mask的 小语mask的 所以说这个子问题已经求解过了 因为我们mask是从小到大求解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还可以使用这个dp 你使用计划低规的话 你这个求解顺序其实没关系 如果说你使用boardarm的话 你需要去确定这个求解 这个子问题已经求解过了 这个因为它比较小 所以就求解过了 然后使用前i组数 那么这边由于我们做了padding 所以说是用i加1 使用前i加1组数的话 这样的话两个条件都满足的话 实在于1 最后的话只要看一下这个最后一个状态 是不是那一处就可以了 实在于1 就这样聊题目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 然后你对bitmask不太熟悉的话 我可以建议先看一下之前的一些相关的题目 我觉得这个状态本身还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但是这个转移就是怎么去分配 分配完了之后剩下的这部分状态 就是剩下的这些数 就算你用不到你也不能再使用了 然后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再去记录这些剩下的数 到底剩下几个 比如说8用掉之后的话还剩下1 这个1的话 我们找不到其他的一个用户可以和 可以来利用这些剩下的这部分元素 所以说的话这个就可以扔掉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状态就比较简单 是二维的 那么至于dfs的话 我觉得能过的话完全属于侥幸 因为它可能数据出的比较弱 那么我觉得完全就是这个时间法度是非常高的 那么就是应该是通不过的才对 那赵铁讲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赞成和频道投币关注 如果想请的话 也欢迎在频道上留言 那么我们下节目再见了 吃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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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